为了妹妹的婚姻大事 西门庆可真是操碎了心 夏月初时是好日子 你们准备婚礼吧 可陈经济却对西门云根本提不起兴趣 小姐的脚扭伤了 我扶她到山洞避雨 大雨一夜都没停 所以我们在山洞躲了一夜 绝对没有做过什么苟且之事 那些村民怎么说也是一场误会啊 但如今的陈经济早已不是当初的官宦自立 所以西门庆也并没有给她留任何面子 我西门庆的决定 没人可以改变的 下个月初时 你给我乖乖的穿上新郎服 不然的话你就穿兽衣吧 平儿现状赶紧上前劝解 做人知恩图报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相公对你一直那么好 现在只是一点小小的要求 我们都不答应他 说完还露出了一抹不意察觉的神情 当天晚上 陈经济趁着夜黑悄悄来到了平儿房间 平儿 我是来带你走的 我知道 你是因为身份问题 所以不方便答应我 原来陈经济是对白天平儿的眼神理解无故 以为平儿让他答应只是缓兵之计 随后拿出了自己私藏多年的银票 准备带平儿远走高飞 可平儿的大仇未报 怎会就这么轻易地离开西门府 你走 以后别再来烦我 无奈之下陈经济只能自己连夜逃走 可自己的举动却被院子里散心的西门云看见 西门云见陈经济铁了心的要走 于是化身舔狗归求陈经济 可陈经济却丝毫不为所动 一把将西门云推到在地 顺带着自己的银票也洒落了一地 我说这个陈经济也是真的落得可以 难道你不知道入坠西门府可以爽奋斗几十年吗 这么好的事情都被你拒绝还真是让人气愤 就在冬子还在异想的时候 西门云却拿起地上的匕首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西门云的做法简直就是活脱脱地得不到交回票的理念 可当西门云反应过来才知道自己做了啥事 然而这一幕却被小黑屋出来的春梅两人看见 戴安赶紧将此事报送了青子 小姐杀死陈公子 被武松抓上衙门了 青子当即找到县令 想要他给自己纸条名路 令妹的幸福 关键在于春梅这个丫头 如果明天升堂她的口供不变 本官也爱莫能助我 听到这话 西门庆瞭懂 她先是来到牢房看望妹妹 可西门云由于惊吓过度 已经失去了理智 最终经过西门庆的暗抚 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随后她又来到春梅的房间 可庆子并没有对春梅誓报 反而打起了感情牌 同样是在衙门之内 这间客房 比起阿云的牢房 可舒服多了 随后她告诉春梅 说小姐现在已经精神失常 而自己这个做大哥的实在于心不忍 于是她告诉春梅 只要你肯说一句话 就可以使小姐起死回生 坚春们犹豫不决 西门庆开始给她画饼 只要小姐黯然无视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想法 丧魅之痛 心情恶态 我真想想不到 倒是我会怎样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 关注我 我们下集再说